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奥比较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呢台湾当局啊对大陆呢是大放厥词了啊 这个台海的情势呢现在呢是高度紧张的啊 两岸呢现在啊随时随地会擦枪守火啊爆发武装冲突 那么台湾呢现在又派这个肖美情到什么美国去见什么拜登的官员 搬救兵然后又要到欧洲去啊秘密地见一些人 老兵说了他们连俄罗斯都搞不定 爷们活在武装都搞不定 想在这个地方跟中国来掰手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你找谁都没什么用就乖乖的躺平投降等死 这是最好的归宿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这里大放什么厥词啊 很牛逼了啊 台湾防务部门两岸落插枪守火 台军又有空中优势有能力击落敌击 台湾防务部门今日3月11日表示 两岸炉落插枪走火甚至开战 台湾军队又有空中优势且有能力击落敌击 就是人的帮门飞机给击落啊 台湾安全及防务机构负责人 及负责人 进入到台湾立法机构 就中国大陆两会及年底美国大选 对美对两岸局势发展评估等事项 接受立委质询 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询问 两岸落插枪守火或者战士 台湾军队是否有自信掌握局部或全美空中优势 台湾防务部门副部长博鸿辉回答称 以飞行栏来说 因大陆军队暴露在台湾防空系统中 并在火力涵盖范围内 因此台湾军队掌握绝对空优 绝对空优 对解放军战机数量多 台湾是否有能力以致取胜的问题 伯鸿辉表示 同意空军以致取胜的说法 但也有战术及战法有关 所有战机都有优缺点 但飞行员训练更重要 而解放军战机一旦记录台湾空域 是否等同于第一击 伯鸿辉指 如解放军接近时 要看对方是否打开弹仓或挂弹 若对方没有敌 并摇摆机 可能是投诚的象征 妈的 我对台湾人 我真的 我真的是 就是全世界 真的我走过那么多地方 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真的 牛逼 没话说 我已经没 我已经词穷了 哦 任何 任何 任何的 就你说 RQ竞争胜利法 你都没办法去形容他们了 但若解放军 军机持续挺进且带弹 依照国际管理 会透过开枪或发射 乐焰弹等方式示警 另外 若遭遇未经同意 接近24海里临近去世 要经广播拦截 距离等动作 战机若持续进入12里 会依照联合国宪装规定 行使自卫权 且台湾战机有能力 击落打下越界战机 这话说的 很多人看到以后 都无语了 而且台湾 有些媒体人 我也在那边看了 他们的节目 他们的节目 我觉得原生 有必要拿出来 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听一听 你知道现在 台人的精神状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 精神状态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 让我给大家找一下 台湾我是觉得很可笑 他冯有脚尾霸体 不然他打台湾 打台湾他也毕竟失败 你要登陆 你过不了台湾海峡 你的船就被打完了 你要飞弹打 你飞弹才多少 因为我们有 台湾海峡一两百公里 能够火炮 是飞不了一两百公里的 他再多的飞弹 跟火箭 对一个正的把握攻击都不够 更不要说台湾 那一包围 包围就屁呀 包围台湾 全世界百分之五六十的 货运量经过台湾海峡这一代 百分之六七十的 空运量经过台湾海峡这一代 你怎么封锁这一代 就封锁全世界 韩国跟日本跟美国 台湾两个鞋干中国 轻轻松松把你干掉 没有一个可行性 所以中国官员 中国军方 做了很多可行性的分析 都最后都不可能打 就说你要把美国放进来 你都打不了 何况美国怎么会不嫁进来 日本怎么会不嫁进来 日本跟美国 多想把你中国 打回石器时代 你能打台湾刚好 给美国最好的借口 顺势把你打回石器时代 大家能够看到吧 这就是现在台湾的精神状态 一个说自己的战机 能够把大陆的战机 随地随地给击落 老编要想说一点 就是说 今天 就是去谈这些纸面上的 这些事情 没啥好谈的 我看还有一些 在做什么兵器推演 或者说在画地图的 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了 为什么 就是你今天去对比什么战机 它的战机什么属性 我的战机什么参数 去这样对比 没有任何的意义 去对比 纸面上的东西 没有任何意义 而是说你今天 就是打你这个战争手段 我大陆要来打你的话 所有的导弹 在空气 我是首先实现发动的 你是被动挨打的 我的第一机 就是把你台湾所有的飞机厂 全部瘫痪掉 电磁屏蔽掉 全部电磁屏蔽掉 你空止步 你的雷达 全部都被我瘫痪了 你上哪去打 你飞上来的战机 被我尖16D 搞得你 电战机 搞得你 他妈的屏幕上 全都是雪花 你飞机直接就坠机了 卵杀伤 你就坠机了 开什么玩笑 对吧 歼20跟这个攻击11 这种还无争霸的 这种隐形战机 无能机的这个搭配 你所有的飞机厂 全部被炸瘫痪 所有的飞机 全部都被炸 炸的都是708落的 你还能起飞吗 对不对 而且解放军战机 早就已经进入到 你他妈的所谓的 24里的这个区域 12海里这个区域了 早就在你本岛上空飞了 台湾人都看到那么多的 双排气的尾宴 那都是大陆的这种 俄式的这种飞机 在那边飞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吹这个大话有意思吗 前两天刚刚 刚刚进入到六海里 所以我说了 那可以去插红旗嘛 你进入到六海里 你把这个红旗都可以插了 插了它就来拔嘛 要来拔红旗 一边这边插红旗 那边拔红旗 那么就可以发生武装冲突了 对吧 而且大家知道 两会开完以后 首个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 中国警告了很多国家 警告了韩国 警告了菲律宾 也警告了印度 也警告了美国 这个态势 这个讲话这个语气语调 明显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是静等 包括武装冲突的那一刻的发生 然后就刚才那个台湾那个傻软 就是台湾这些傻软就是天天在这里当警理之后 天天就是在这边制造信息检防 自己在那些地方看 什么啊 什么美国跟日本要把这些法律打回十七时代 美国跟日本 日本是 台湾有事 不关日本的事 那日本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再来爆发战争 他只接受难民 不干别的事 美国是什么 我们只竞争 但不寻求冲突 对吧 美国他过台海 他有把台海里面的 解放军的军舰 中国海警 余镇 海间 对吧 这些船给武装驱离掉吗 没有啊 他没有驱离啊 他也过不了几次了 因为接下来静台高速公路 他的造法就是 台湾段是 是这个桥梁 大陆在这边也是桥梁 你以后这种大型船只过来 只有当中这一点 或者说在大陆这一侧 或者台湾这一侧 它是有 这个可以过船的 你任何的船只 是不能往这边过的 由于就要这样 这样的办法就是内海化管控 所以说你台湾 他这吹着牛逼 怎么那么响 怎么把我们打回石器时代 是日本的军舰来包围中国 还是中国军舰包围日本 石器时代 啊 什么什么 美国怎么可能会不来 日本怎么可能会不来 这种呢我妈的逼逼逼 到时候打过去 他妈的他第一个投降 就是这种逼惑 所以说你这个台湾 天天在那边 因一些什么东西 每天每天在那个岛内 而且他们那个 说话的价值语境啊 我觉得 就是说蛮 蛮蛮蛮蛮 蛮搞笑的一个价值语境 什么叫 什么他们的价值语境 就是说 他们的观点呢 就总是 啊 我要我觉得 我就是要怎么样 为什么要经过别人的认可 为什么不能够自觉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的那种自我意识 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 啊 就台湾的自我意识 非常非常强烈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那样子 观点码比地球围的你转 啊 老兵是最喜欢 对付这种自我意识强的人 自我意识强的人 然后再把他给弄崩掉 啊 那是最有趣的 啊 自我意识强的人 他内心 他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弱点 心里的一些缺陷啊 抓到他这些缺点 就让他崩掉 就让他哭泣啊 我就特别有成就感啊 把他给给保了崩盘 把他给搞了一个崩溃 啊 很简单的 只要用一些言语就ok了 自我意识强的人 他就是这个最大的弱点啊 他的自尊心很强烈啊 你可以他妈去 想办法去他妈对准下药啊 把他这个心理缺陷 不停的去 他们捏他这个心理缺陷 让他马上崩掉 让他马上犯件啊 让他马上才给你 哎 哎 就给你这个这个屌样 哈哈哈哈 啊 所以说 所以说你看 这些才能他们你看 啊 他们敢说那么多的博主 但是他突然不敢讲我 讲我他也顶多是像八九 哎 啊 那样子啊 在那边造谣 说我什么叛逃了 顶多是干这种事情 啊 他们这些人说的实在话 那个智力水平是普遍低于全世界平静水平的 啊 就是人的这种反 被这种民进党当局搞的这种反制化 啊 和他妈的逼的这个低俗化 啊 浪人他妈的你去看 抬人出来 我发现啊 就是嘴巴里永远都是那些色情的那些那些东西 反正就是就是软软炮 什么逼 什么屁眼子 奶子 就是这些东西 没别的东西了 满口都是都是这个东西 啊 天天就色的都不得了 啊 这不就是低俗话吗 人就很低俗 然后讲那个话 美国都过来啊 他讲话下去 美国过来啊 日本怎么会过来啊 打给自己吃菜 他们本来希望把你打给自己吃菜 全部都没把你们炸掉 把你们炸干净 哈 几十米倒在 啪 飞过来 一百公里 你火把怎么飞得过来 啊 你这东西怎么飞得过来啊 讲话就像那种 就是怎么样蠢 就是蠢菜话 跟那个他妈的低质化 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就是说人都变得就很蠢 这种趋势 实际上就西方现在这个趋势也一样的 很多在海外的网友都告诉我 包括我自己的看到的 我觉得大部分海外的老百姓啊 都他妈很蠢 尤其是美国这个国家 就是那个人的那个智力水平 他妈是有 是极度有 有问题的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视频 在美国加州吧 一女孩坐在一个计普车上面 然后从 然后在那边 像傻逼这样在那叫 然后从车上面摔下来 啪摔下来 这个脖子摔断了 就是说 你坐在那个车上面 你不蠢吗 车往前看 你坐车停上面 车有惯性 你不会摔下来吗 那开车的人 那妈比你不蠢吗 你不知道 就坐在上面 你这个朋友会往下面掉下来吗 你不蠢吗 他普遍 他们的普通老百姓 都是很蠢态话的 丑态话 蠢的要死 所以那个妈比 东南人也是这个点 他们这个社会 也是要向西方靠拢 你越想西方靠拢 越像那种白手话 他人最后会变得傻逼 傻蛋 就蠢的要死 大家都知道吧 就 我为什么 在国外 我不喜欢跟老外讲话 我也不喜欢跟老外 叫什么朋友 就是他妈的 蠢的要死 然后讲话都讲 那种什么大话 动不动 给你扔几十颗核弹 台湾 我刚做节目时候 也是碰到很多台湾 那时候我还会怼一下 后来现在都不怼了 吃饱 没事干了 动不动就是 扔几十枚核弹 到你中国大陆来 你台湾有核弹吗 台湾没核弹 对不对 动不动就是 把你什么上海 把你三大大都给你炸掉 你他妈拿什么炸 所以你跟这些蠢态话的 这些人去讲话 你看他们那一副 说一副港 港都米红 一米红港乡 杀得要死 港八了 港八了 不得了 所以他妈批上海的人 就叫他们叫什么 叫八子 得八子 乡无你 这种妈批 一面孔的 一面孔的 他妈批那种 蠢态 真的是蠢的 讲那个话 然后他连这个防务部 都门都能 这么蠢的那边 讲这个话 发现你这种大陆 随便在空中 把你给击落 随随便都把你给打爆掉 就是人都变成一个 只知道嘴巴上面 在那边说大话的 这么一个地方 是不是 所以你有的大陆人 像之前 王志安 还有那个什么 网红 西兰 今天去排 这帮逼的马屁 脑子这帮有病吧 你看他们讲的那个话 那都是原声 都是台湾人讲的话 都是原声 那都是原声 大家都听到没有 都是些什么人 你给他嘴里 塞两个 塞他妈五颗 画之丸 给他塞在嘴里 脑面上盖一个 他妈那个逼 这个叫什么 卤肉饭 三脚裤里面 给他塞进去 他妈打崽面 片里给他塞 他妈的牛肉面 我让你吃 啥逼的东西 谢谢给我支持